广东宏远队与浙江广沙队在广东赫山进行了第二回合的热身赛 中张宏远赛影的杜峰进行了他回归后的首次临场指挥 结果是广东队再次以83比87摆下阵来 四天里第二次不敌战进CBA亚军广沙 虽然宏远队四天内两败广沙 但是广东队在杜峰回归云场指挥以后 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要知道昨晚的比赛阿远只打了10分钟就拿到了8分 而新元孟陀和苏美还有小外远德莱妮都没有获得商场的机会 杜峰也是考虑给这三位球员更多适应战术的时间 而昨晚的比赛表现最好的莫过于赵瑞和胡明轩 组成的后场双枪 作为旁观者的角度 昨天晚上的比赛广沙的发挥 确实没有广东队来得好 尽管他们是赢球的一方 要知道广沙对克视权主力 对这广东队的霸制主力阵容 尤其是昨天晚上的普特森的发挥 完全被赵瑞和18岁头的国庆小将时节限制的死死的 在同样180出头的时节 福特森没有速度的优势 突破也变得没那么利索 加上赵瑞在进攻端不停的消耗福特森 如果昨晚都温让阿连多打一会 的话也许输球的会是这将广沙 而这还不是广东队的最强阵容 如果小白元德莱尼和孟朵回归球队的话 广东队的攻击能力将会更加的可怕 昨天晚上赵瑞和胡明轩可以说是完全扛起了广东队的进攻大旗 赵瑞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6个篮板和两次的助攻 而且11中8的命中率也是相当的可观 赵瑞的突破和三分球给了广沙对相当大的威胁 在进攻端很好的消耗了福特森的体力 而胡明轩更多的则是担任一个组织者的角色 这位20岁的小家昨晚贡献了十分女篮板和四助攻的全面表现 这对广东队的后场双枪免不了的要被拿来跟辽宁队的郭艾伦和赵继维进行比较 虽然目前这对后场组合对比郭艾伦和赵继维还是有差距的 更多的是今夜上的差距 但是相信随着赛季开始和深入他们的表现会越来越好的 新赛季 他们两人和德兰尼将会承担起广东队的后类选 而胡明轩和赵瑞都是很有希望可以入选到新一届的国家队当中 但是具体还是要看他们在俱乐部的表现 这个赛季广东队要想重获CBA冠军的话 那么这两人的发挥还是相当的关键 而除了这对后场后场双枪 昨晚莫里斯的表现较第一场比赛 有了不错的提升 拿到了13分和8个篮板 随着莫里斯慢慢融入球队和对战术体系的熟悉莫里斯 将会在现在地的CBA中给一件连最大的帮助 加上苏瑞在内线的防守能力 广东队的内线实力还是相当强的 虽然是输掉了两场比赛 但是这只是两场热身赛 而且是在班主力的情况下 赛季还没开始 球队也在磨合 所以广东队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想要赢得这个赛季的CBA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它们需要持续提升